今天要出遊了 沒有 今天要帶你吃特色小吃 在哪裡 在大雅 大雅我怎麼會不知道 這間特色小吃 就是中國陝西的美食 而且很道地喔 期不期待啊 期待 哥你的期待 這幾年前都會哽了 那我們馬上帶大家去吃 那間開他小巷子 我到時候就是用路程的方式 錄給大家看 到時候拍給大家看 很隱秘啊 蠻隱秘的 這個大人都不知道 還要由你這個外地的來帶我 當然啦 我也是朋友介紹我才知道的 不然的話我可能找不到 好 等人見 跟大家講一下 這家肉夾模 開到小巷子 所以要拍一下路程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我們錯過了兩次啊 因為看不太到啦 這裡汽車也開不進來 汽車開不進來 你要自己走進來 真的是隱藏耶 隱藏小吃啊 夠不夠隱藏 你待會來 我們住在這裡的都不知道 因為阿永剛也住大雅 我還以為這裡是住宅而已 對 就是這間 肉夾模 我們的豬肉呢 它的口味是比較清淡一點 沒有辣 然後手撕雞翅也是清淡一點 但它有點小辣 就是屬於涼拌的 我們用土雞做的 然後這個是辣子雞丁 它就是口味呢 它是香料味比較重 就是有辣有麻 有孜然的香味 還有花生 然後就主要是偏麻辣系的 大陸的那種口味 然後今天的限定是 禮拜二是香辣螺肉 如果你喜歡肉比較多一點的話 可以豬夾雞丁 豬夾螺肉 就是喔 對 來豬夾手撕雞 然後可以夾菜夾蛋 菜的話 這個是 醋溜土豆絲不辣 浩椒土豆絲酸辣 加麻黃豆芽也是香辣 這個是麻辣帶一些酸 喔 所以你們有時候限定的東西不一樣都是 限定的 對 每天都有一個不一樣的限定 就是豬肉 手撕雞 辣子雞丁 然後這些小菜土豆絲 黃豆芽還有蛋這些是固定的 喔 然後每天的第四種肉就是有一個不一樣的 了解 請問一下 你們這家店開多久啊 一年多了 你是那個 道地人喔 我是安徽人 這是陝西的 陝西 就是特色小吃 因為陝西它的肉夾模式有兩個 一個是那個酥皮的 然後一個是白筋膜 啊我們這是白筋膜 就傳統餅皮 傳統餅皮它就是吃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油 然後你什麼菜都可以包進去 因為我現在這裡做法都是手工的 本身我和我先生都是屬於愛吃的 愛吃的 吃火星的 了解了解了解 就在這邊吃不太到家鄉的味道 哦 了解 所以就把做來大家一起分享 好好好 謝謝 真的蠻特別的 買好啦 我們要在頭上吃啦 那個包起來有點像漢堡 對 剛剛那個大姐我們剛才聊天 她說這叫中式漢堡 我們先吃第一個 豬肉口味 哇 外面有很多他們的配菜啦 你想要加的話 想要吃什麼都可以跟她講 你想要加兩樣也可以 但是她要加10塊 來來來來 欸這餅皮是硬的 摸起來是脆脆的 給大家看一下 可是都包起來 都是菜吧 對 按肉在中間 因為我有問她 這個豬肉的話 我說配什麼菜比較適合 她說這個豆仔菜 不錯 黃豆芽 黃豆芽 她說不錯 那我再吃吃看 辣的味道非常的香啊 這個有辣 她那時候有問我說 我敢不敢吃辣 我說我大概還可以 她就說 那因為小辣好了 我說沒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吃下一口 咬深一點點 這個東西好像比較適合你吃 你平常都吃比較大口 它是肉自己炒的 豬肉 因為這個比較大塊 它比較攤平 所以感覺好像看不出來那是肉 很特別啦 正常吃不到這個味道 它的皮是屬於脆皮 然後她說這個莫莫 也是他們自己做的 莫莫是什麼 外面那個莫 剛剛大姐講莫莫 她說在台灣買不太到 所以他們只能自己做 他們其實主要做的 是想要回味當初家鄉的味道 我們剛剛跟她聊天 她講說 他們家族都是吃貨 就想念家鄉味 所以都自己來做 買不到自己做 做的好吃 賣給大家 她就分享給大家了 對 分享給大家 好吃耶 很有特色 對了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她有講說 他們其實 在當地賣的話 會更辣一點 她可能來台灣 有稍微給她 迎合當地的口味 對 迎合當地口味 她的肉是屬於比較 落末那種 她可能故意炒這樣子 比較好包 好咬嗎 我剛剛養那麼硬的原因 是因為她那個膜膜 比較脆一點點 這個可能是她們的特色 整體而言 我覺得好吃 那這個我先放旁邊 然後等等繼續吃 接著下一道菜 我剛剛那麼大一坑 剩那更大一坑 因為這個有蛋啊 炸蛋 我後來發現 這個膜膜 什麼都好吃 但是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有點大口 進食比較不方便 進食比較不方便 不過換個角度講 漢堡不是也很厚的 也是賣個笑笑叫 只是這個吃法 可能他們有專業的吃法吧 又或者是可以到家 用筷子吃也說不定 還是壓扁 我給大家看 應該是可以壓扁 壓扁一點這樣 壓不太扁 東西太多了 好沒關係 我先咬一口 我先推卸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吃吃看 他們自己做的辣子雞丁 好大一份 這個好像比較油耶 它應該是炸蛋的關係 所以比較油 但是我吃那個雞丁是不會油的 還蠻好吃的 很辣香辣香的 這一絲一絲的是他們自己做的土豆絲 它加了土豆絲就比較不會 像你講的 如果炸蛋比較油的話 會比較不會那麼膩 比較爽口 所以其實加菜蠻重要的 嗯 它土豆絲好像有醃過耶 來吃一口看看 那不是本來就算醃漬的嗎 它是醃一點點而已 還沒有醃得很重 酸酸的啊 嗯有一點點 這個辣子雞丁啊 一塊一塊的他們炒那樣子 還蠻特別的 我是覺得味道好吃啊 啊這是真的有點硬啊 這是那個皮啊 你看嘴要張大一點點 比較難咬 除了難咬而點 以外都好吃 好啦我們吃好了 我們來做個總結 我覺得啦它的口感偏硬 要因人而異啊 因為當然這個可能是當地的吃法 所以它比較硬一點點 啊我吃是ok啦 啊用是說它好像嘴比較不好咬 好好那個炸蛋可能比較油一點點 炸蛋偏油 如果怕吃太油的朋友 可以說你不要加蛋 這樣吃的話應該就不錯了 我也自己覺得說 一開始盡量不要加那麼多啊 因為你一開始可能不知道 你的咬合力啊 怎麼樣的去取決啦 它真的很大一顆啊 我是覺得應該正常的Size 就是不要加太多東西 先試試看 啊你感覺吃得很順 那你要加蛋再加蛋 啊加蛋其實也是不錯 啊只是它真的偏油一點點 啊如果你敢吃炸的 不排斥的話是ok的 整體而言啦 我覺得吃起來非常有的特色 它也是好吃的 那我們的影片這樣結束了 然後爽就訂閱持續更新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產片量會增加 啊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不爽啦 不爽就看一遍啦 看到爽為止啦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 太兇了啦 AHHHH 啊 吃